那范怡辰有看过吗 有啊有他很喜欢耶 我觉得很难得 他会关心我的作品 但是很少自己主动的跟我讲说 他喜欢这部戏 也是从来没看过我这样的角色 那范怡辰有看过吗 有啊有他很喜欢耶 真的啊 他我觉得很难得 真的假的 因为他比较不太会表达 他会关心我的作品 但是很少自己主动的跟我讲说 他喜欢这部戏 是吗 嗯 很难得 真的 所以我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也是从 好像也是从来没看过我这样的角色 他看到就是开发前 雅美的剧照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我的那个剧照的眼神 就觉得 哇 真的 因为他知道我平时的我的样子嘛 所以 他没有看过我那样的眼神 所以 感 他应该也是替我感到蛮开心吧 因为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的角色出来 那他也是很喜欢上粉 是因为那个质感 还有那个节奏 就是很好看 对啊 所以我也是 你会讲那个其他的传戏的部分 传戏的部分 因为没有我的戏 所以 我没有那个传戏 所以都还好 因为我对婚姻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因为现在也是 我觉得可以有很多选择 不一定 就是结婚不一定是最后的 生活的就是终点吧 所以 一切都顺其自然 不过我现在 没有婚姻的生活 蛮自在的 很开心快乐 开心快乐 开心快乐 哈哈哈 有婚姻的人是这样点头 哈哈哈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嗯 自己开心快乐最重要 对啊 差蛮多多的 哈哈哈 如果有人突然提出说 要 下一次 求婚 结婚的话 对啊 如果有人提出 让他看看伤婚 哈哈哈 对啊 直接看完这一套去 对对对 再说 有的啊 男友 对啊 对啊 你有想过说 如果有一天你被求婚 你会 接受 或者是 你可能要再想一想 嗯 嗯 因为我知道对方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 所以 应该不会有这样子的 对 那会不会是你下一次去配合他 不想结婚这个 感受 其实我们两个都不太想结婚 对 不是他 是我们两个 刚好都有公司 对 我觉得 就是 重点是 两个人 难过有个共识 有一个 一样的想法 真的很重要 那会有小孩 想要有小孩呢 你目前还好耶 还好 我觉得这样比较自材 是不是 真的 哈哈哈哈 旁边有很多失败的例子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确实也是 哦 对 我所有的朋友巴掌都有离婚了 哈哈哈哈 真的 我们还不算朋友 哈哈哈哈 你还没离婚呢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帅哦 对啊 对啊 所以也是 就是影响了我 对结婚的看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